遭到追蹤的藍色逸影车 车底变形已经撇离车道 教室的休旅车更惨了 车头全烂 驾驶就卡在里面 好不容易把驾驶从车里面拉出来 看看车货现场零件四散 夸张的是还满地都适于 因为休旅车追蹤 波及停等红灯的逸影车跟鱼货车 这部车是从后面追蹤的 然后转到那一台 小货车 小货车 它是出远的 它们不会抖 不会抖 9号清晨5点左右 休旅车驾驶开在沿海路二段 一路高速行驶 经过路口来不及刹车 直接追蹤上去 一影车轮着脱落 与货车被推撞往前50公尺 休旅车车头一度着火 还是被波及的两名驾驶出手救援 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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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休息 然后我车上的没有 我去 然后我整个人都很不舒服 三位均无酒驾情形 杜信男子80年次 送往小港医院 无生命危险 点点红灯的驾驶 从后照进 只看到后方车灯 就遭到猛力撞击 目前警方先将受伤驾驶 送往医院 是否因为高速飙车 造成的车祸 还有待厘清 记者杨思武 高雄报道 如果您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余帮您来打折